您好 欢迎收看2月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县长徐正伟在农业处长吴坤如还有观光处代理处长张志祥陪同之下 会见到林务局花联领馆处的处长黄勤彻 双方就生态保育 观光油气等议题进行交流 期盼中央地方携手合作 一起行销花联好香好水好环境来带动地方产业吸引观光人潮 花联县长徐正伟在农发处长吴坤如及观光处代理处长张志祥陪同之下 会见林务局花联领区管理处处长黄测区一群人 双方就生态保育 观光油气等议题进行交流 期盼中央地方吸收合作 一同喜效花联的好山好水好环境 进而带动地方的产业吸引观光人潮 前来学生表示花联有许多特有的文生物种以及吸收生物 外来宣服将会持续以中央吸收推广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 智力将保育向下扎根 让学生从小认识野生动物 他表示未来希望能够与林务局共同策划附有地方特色的活动 让更多人借由花联来旅游 进而了解花联特有的文化深寒 花联领区管理处处长黄测区表示 未来在林务局将自力推行林业用地林下经济产业动物香菇 林下养风以及今些年栽培 提升国产产质制给率 向民众宣导国产财的优点 并且增加业者使用国产财的数量 在大陆大富平地生命园区及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的业务推广之上 也将会持续与县佛各局处合作 规划预教娱乐的多元活动 并且与社区部落加强合作 创造在地收益 活化地方产业 记得以赞和赞和赞